华盛顿消息 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由于对拜登和川普都不满意 大多数选民对两者在2024大选中再次对决没有兴趣 据报道 近60%的民主党成年人不想看到拜登再次获得党内提名 而在共和党方面 大约一半人不愿看到川普成为党内总统提名人选 拜登曾表示 他打算寻求连任 但尚未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 假设两人2024年再次对决 川普和拜登的支持率分别为48%对45% 此外 民调显示 自2021年9月以来 拜登的总体工作表现评分一直处于低谷 他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支持率仅为37% 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支持率为38% 在美墨边境的移民情况问题上的支持率为28% 四成受访者表示 自拜登就任总统以来 他们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 这一比例创下ABC和华盛顿邮保民调37年来的最高记录 只有16%的人表示他们的经济状况更好了 华盛顿消息 美国4号下午在南卡州附近海域上空击落中国侦察气球 面对政府动作太慢的批评 拜登总统强调 他1号就下令尽快设下气球 但国安团队以安全为由 建议气球飘至海域上空再行动 五角大厦2号对外公布 近日约美国内陆领空发现一个中国高空侦察气球 疑似收集情资 但因担心危及地面人员而不予击落 此举引发不少共和党人的批评拜登政府没作为 对中国太过软弱 彭博新闻稍早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拜登政府早知侦察气球 1月28日就入侵美国领空 媒体曝光这起事件后才对外公开 面对外界不满声浪声高 五角大厦4号下午在拜登命令下 出动战机于南卡州海域上方成功击落侦察气球 这颗白色气球原本在大约6万英尺的高空飞行 估计它的体积相当于三辆公交车 据报道 美军F-22战机发射一枚响尾蛇导弹将气球击落 电视画面显示 在一场小规模爆炸后 气球迅速向海面坠落 画面可见有军机在附近飞行 海面也有船只部署 准备进行残骸回收 以便做进一步的调查 伊斯坦布尔消息 土耳其南部今天一天内发生两次7.8级强震 已造成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至少2318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由于面临新的地震的威胁 叙利亚阿勒坡省东部地区开始大规模疏散 据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地震已造成土耳其至少有1498人死亡 5385人受伤 救援人员正在倒塌建筑物的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而北约 欧盟和45个国家在灾难发生后表示提供援助 此外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 在叙利亚 共有至少820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在阿勒坡 哈马 拉塔基亚地区 另外还有1089人受伤 高雄消息 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 国际佛光会的创办人新云法师昨天下午辞世 享年97岁 据报道 新云法师2011年中风后身体状况走下坡 近年健康时好时坏 且需要到高雄长庚医院洗肾 偶尔需要住院 知情人士表示 新云法师是在5号下午安详辞世的 弟子们陪伴在身旁 新云法师出身中国江苏扬州 1949年迁居台湾 1967年开创佛光山 致力于推动人间佛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